歡迎收看 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連貫式翻譯解析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在延續上一集九十一 所提到有關於慢跑所帶來的好處 這樣的一個連貫式翻譯主題 繼續把它完成 上次我們寫的第一題到第三題 由慢跑所帶來的好處 因此今天我們第四題跟第五題 就是做一個結論 因為他所帶來的好處 所以我們就必須來 也積極的參與這個慢跑的這個行列 整個把它完成這樣的一個短篇的作文 當然也希望整個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好的我們看一下今天我們要繼續下去的這個 這個做一個結論的文章 那麼翻譯應該怎麼來把它翻譯完成 我們看第四題跟第五題 我們先把這個中文大概先了解一下 在這個了解過程裡面我們也順便在腦中開始思考 架構應該怎麼樣來翻這樣的一個 這個中文以及呢 運用到哪些文法句型用字譴詞來做個分析 好我們看第四題 無論晴雨這個就要翻出來 下雨或者是這個天晴 就是不管呢這個天氣好與壞 每天早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公園慢跑 這個就延續上次我們講到 因為慢跑所帶來的好處 所以很多人呢都把慢跑變成一種運動習慣 不管是這個天氣好或天氣不好 都會去做這個慢跑 當然如果是刮颱風 這個雨是非常彷勃的那個可能 可能就暫停一下下 因為那個這個是危險性的問題 危險性問題 那如果是一點點這個天氣呢 一點點這個這個毛毛也會怎麼樣 那當然如果雨持續下 可能也是要暫時考慮考慮停止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說太陽真的太大的話 或紫外線太大可能也要稍微這個停止一下 如果說這個外在條件太惡劣的話 那如果不是這樣之後 那一般來講就是無論晴雨 那他這個意思就是一定要保持持續 每天不能說今天去跑一跑 然後呢過了一個禮拜再去跑一次 就是每天早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公園慢跑 因為他所帶的好處 那個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公園慢跑 這樣的一個景色 怎麼去看到 這個就讓我們想到一個劇情 很多人眼間馬上想到一個劇情 就是感官動詞 因為你在這個兩個動詞出現怎麼辦呢 當然可能是用連接詞 或者用其他方式 但是最主要的用那個 如果動詞是屬於特殊性動詞 像感官動詞的話 它後面就可以放圓形或這個VMG 就是用分詞的方式把這個另外一個動詞帶出來 這個有兩個動詞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立刻想像到 那公園的話 in the park 是屬於地方副詞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後面去 那麼一開始我們就要開始架構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麼第二 第五題 因此 那就是layer 4 so 比較簡單 hands 等等很多 那比較我們常用的是layer 4 因此轉折語 轉成語 轉成語 我們最好加入 最好加入 這個最好怎麼翻出來 馬上想到那個pain叫helibator 最好如何如何 helibator 但是後面要記得加圓形動詞 這個馬上架構就要出來 那麼加入 就是我們講的join 慢跑的行列 那怎麼翻這個慢跑的行列呢 這時候變成肉呢 好 讀書有 也就是中文轉成英文 不是從字面上的中文 這樣造一個字一個字下去翻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應該怎麼樣來分析 怎麼樣來寫這樣的一個行列 成為快樂而健康的成為 要怎麼寫 成為這樣這個動詞 那麼快樂而健康 快樂而且健康 那快樂當然就是happy 健康就是所謂的人 有一個的 所以修飾名 這個人的話就會用一個形容詞 你不能用health 你叫healthy 這個特別注意 小地方的特別注意一下 好 整個我們就把這個結論 把它帶出來 我們看一下翻譯 第一題 注意 無論的這個晴雨 每天早上我們都可以看到 許多人在公園慢跑 every morning 注意 每天早上 這個我們不能按照這個排列 特別注意 這個時間 不是在最後就是在一開頭 最後或一開頭 那我們要強調時間的話 因為這個最主要是強調 你每天持續的習慣 所以我們把時間放到最後 每天早上這樣 every morning 再打一個鬥號 無論晴雨 那就是有一個 它固定用法叫rain or shine 好 那可不可以寫shy or rain 一般來講是 我們是要用rain or shine 因為它是一個固定用法 所以它這個第一題雖然說是晴雨 就是它shy是在前面 但是我們在翻成英文的時候 它卻是用rain or shine 這等一下特別注意一下 every morning rain or shine 固定晴雨 we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很多的人 好 那麼再跟我們慢跑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人 那麼這個地方 感官動時候 便用的是圓形或ing 那麼這個地方 我們用來是ing jargon 重複 拇指重複自我加ing 那麼這個代表就是正在慢跑 有一種感覺好像正在發生的 那個感覺 每天都可以看到它正在那個地方 在最後再把地點放到最後面 叫in the park 所以整句翻起來叫 every morning rain will shine we can see a lot of people jogging in the park 整個第四題 好 第五題 因此 因此我們這個地方就馬上寫出來 layer 4 好 記得 因此呢 我們最好叫最好 head better 這是一個片語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head跟過去完成式 一點關係都沒有 過去完成式我們叫做head 加上過去分詞 但是它這個跟詞態完全沒關係 它就是一個片語 最好怎麼樣 那麼head better後面要放圓形動詞 非常非常重要 圓形 圓形動詞 所以join是圓形 參加這些 那麼它這個叫慢跑的行列 那你不能把那個行列翻出來 它這個行列是指那些在慢跑的 你要加入他們 跟他們成為同一個做這個運動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叫做joggers 你要參加那些在慢跑 跟他們跑在一起 像我們以前在這個軍中說 這個所謂的進入部隊裡面 部隊在跑步你要跟著進去跑 就進入 進入那個跑步的行列裡面 所以說low joggers and 以及怎麼樣 成為快樂而健康 成為 成為 這個我們叫做become 變成 變成什麼樣 好但是特別注意這一點 你這個head better 後面join是圓形 當然你這個地方 也要放圓形 因為head better 再加兩個 後面加兩個圓形動詞 最好怎麼樣 加入,而且最好變成,而成為,and become,而成為健康人,and become,happy,and變成 不過這個地方好像應該不是,如果這樣翻譯的話有點怪,最好是加入,而且最好變成 所以這個應該是屬於獨立的 我們剛剛看一下翻譯的話,應該是這邊是,我們最好加入,而且我們可以成為 所以他應該是從這個地方過來,我們可以成為 最好加入慢跑行列,而且成為,而且我們可以變成怎麼樣 好,那麼不管怎麼樣,從這邊或從這裡,然後應該這個是從這個主持這邊過來,而且我們就可以變成 我們最好加入這個Jugger行列,而且我們就可以變成非常快樂,而且怎麼樣 健康,這個地方修飾名詞,這個地方我們要放一個,healthy,形容詞修飾名詞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字我們要特別提到,就是join這個字 那麼有時候我們在文章裡面看到,join是有加一個in,叫join in 那到底什麼時候要加這個in,什麼時候不要 那如果你加入這個in的話,其實它等於take part in,也等於participate in 那這個到底join in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看叫做參加什麼活動 比如說,I join,這邊有個in,這邊就要加in,join the game 參加這個比賽,換句話說你參加這個比賽,你不是成為他們的夥伴 我們去參加比賽,那麼可能比比之後呢,這個活動結束就各自回到原來的地點 那不是說你這個固定的,這個某一個時間你又要去那個地方 它是一種臨時性,而且不是一個團體 但是如果你是用join的話是長期性的,就是你變成他們的夥伴 變成他們裡面的一部分,就是成為他們的夥伴或成為他們的隊員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說,這樣我們加入這個,這個所謂的社團 就join the club,我們就不加in 因為呢,這個club是一個場景,就變成它裡面的社員 社團裡面的一部分,你可能到時候搞不好你會成為社長 或者是參加一些,這個變成社團裡面的幹部等等 這個就變成join,那如果你是join in的話,那可能這個是一個臨時性的一個 那麼他們裡面的這個人呢,並不互相的成為夥伴 所以這個有時候我們在用join跟join in要特別考慮清楚 到底你是不是成為長期的夥伴 成為長期的夥伴就變成join,如果只是參加臨時性叫join in 就等於take part in,participate 這三個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join跟join in要搞清楚的地方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最後所帶來今天兩個結論的句子 結論句子,那麼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這樣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也記得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下次連貫式翻譯 那麼節目見面,謝謝